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 这里是由金明主持的FB新鲜事 我们今天节目要为各位听众朋友介绍 12月11号即将上映的一部纪录片 然后是关于抗战有关系的 那我们邀请到这部片的导演 张曹伟张导演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介绍这部冲天 导演好 大家好金明好 非常欢迎大家有机会 能够到渊县去看冲天 也谢谢金明邀请我来上这个节目 张导演关于这个抗战题材的这个纪录片 一般人都会觉得比较生硬一点 那你当初在接下这部导演工作的时候 你的思考点是怎么样让影片 能吸引更多人来看对不对 是的 其实就是虽然战争题材 或是历史题材 有时候会觉得会生硬 然后一开始都会觉得 好像都是男生的事情 但是我一开始就在想说 虽然它是纪录片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从 这个战斗机飞行员的角度切入 那可能对于大部分的观众来说 战斗机会有一些 比较有一些英雄气概 有一些激烈紧张的故事可以说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从战斗机飞行员的 这一个家属 亲友 这些周边的人 他们的心情切入 可以让这整个影片 有一些比较人性的温暖 跟情感 我觉得关于抗战纪录片 它很重要 然后也是每个国人都应该了解 可是它如果到商业市场上 它就不是那么的受欢迎 那包括我们过去传统对抗战的纪录片 可能就是旁白 加一些死料 加一些照片 加上一些老伯伯的专榜 可能就是这样的元素都成 那你这次好像又用新的手法加进来 对不对 其实你刚刚说到的手法 我们都还是有了 但是我们加了一个新的元素 就是动画 对 因为刚刚说到空战 比方说战斗机飞行员的空战 我们虽然可以从文字上的描述 上面看到他们的描述 但是画面上其实从来没有真实的画面产生过 刚刚提到说地面上的这群亲友 家人 他们的反应 文字描述我们都看到了 但是就是说画面要怎么呈现 所以我们就使用了动画的方式来呈现 对 我们如果以站在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角度 比如说我们打下一台飞机 我们会很高兴 可是你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 那对方家属 是 所以片中又有带到了 哇 在日本亲属这方面也有提到 是的 这也是因为 那是因为战斗机飞行员 有一个叫陈怀明的飞行员 她的妹妹陈南 在陈怀明阵亡之后 写了一封信去给她的 当初日本的对手的妻子 那这也有一些因缘 我在这边就不多透露了 但是我觉得主要也是因为 他们当时候有那样子的情怀 有那样子的胸怀 然后做了那样的事情 所以后世的我们才有可能 用纪录片的方式去呈现他们的故事 那关于这个资料的收集 好像从美国都有去找一些资料 对对对 主要是美国 美国居多 因为美国他们在二次大战时候的 宣传部门做的工作非常非常多 那他们随时都会有这种 战争的新闻 战地的这个采访 最新的那个重要的事件 那包括全世界各地勾有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 有一部分也是中华民国 当时候战争的一些消息 从那里面我们就找到了一些 其实不是很多 但是也找到了一些空军 还有飞行员他们的一些 影片的画面 这样 可是我想说一部电影 你们这部片长是98分钟 然后要把八年的抗战的空军史讲完 这个难度是非常高 所以你一开始怎么思考 整个影片的架构 一开始我就是觉得说 我不太可能去把整个的空军史 很完整的讲完 因为事实上虽然空军人数 当时候不是特别多 比起陆军来说比较少 但事实上也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单位 然后也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任务 事件这些人物也很多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简化 简化到一个 也不是说最具代表性 而是说找到一个角度 去能够从一个几个人物身上 去看到空军的一些精神 那我们粗略的把战争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大概就是1937年到1938年 就是抗战的初期 那主力战斗机是霍克山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差不多1938年到1941年 也就是这个抗战进入焦灼期的时候 主力战斗机是苏联援助的 1941年之后就是第三个阶段 那时美国已经参战了 那我们知道那时候飞服队使用的P-40 就是变成了我们的主力战斗机 那这三个阶段呢 又用了三个不同 可能不同级别或不同阶段的航校学生 他们加入战斗的过程来表现 比方说第一个阶段 我们看到的是二期的这个刘翠刚 然后第二个阶段是 主要是有一群航校七期的学生的故事 第三个阶段主要是一群 这个十二期的学生的故事 因为十二期是第一次到美国去接受训练 那很幸运的 我们都能够找到恰当的故事来表现他们 所以大概也就用这样子的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级别 他们在不同的阶段所面临的 不同的战争的这个状态 来表现这个整个八年的 这个空军他们经历过些什么 整个八年时期 我们大部分的空军的科技 一直是输日本的 是的 可是能够把战局一直打得这么焦灼 是不是真的就是靠这些航校学生 他们抗战的意志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就是从 就我刚刚讲 航校学生他们在抗战期间是从 参战的是第一期到第十六期 对 这十六期里头 第一期我们知道前面几期都是高智航 就是我们称之为空军战胜 他带出来的子弟兵 那他们在那时候一进入杭州的简巧航校 就会有一个杯子写着 我们的身体飞机炸弹当于敌人兵舰空空存亡 就是他们一开始就有抱持的那个意志 就是说当我们武器不如人 但是他们的战斗技巧其实是会非常好的 那他们的战斗意志也很好 然后他们其实出生背景都很好 都是一些很知名的大学 或者是所谓的好人家出生的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他们还是因为那个战争的需要 任务的需要 时代的需要 而必须上战场去搏斗 然后阵防率非常高吧 几乎接近50% 这样有时候会超过50%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 他们还是前仆后继的上去 虽然其中有一段时间是在 就是我们在说战争的终极的时候 当日本的临时战斗机出现了 是是是 那临时战斗机当时是全世界最好的战斗机 那我们其实很难跟他们抗衡 在临时战斗机出现的第一场战斗里面 我们是败的很惨的 在影片里面也提到这场战斗 所以后面其实我们为了保持战力 跟保持这一个保持飞行员 就不要平白无辜的牺牲 其实很多时候是避战的 这个是中华民国空军最萧条 最落寞的一段时间吧 大概就是在1940年左右 那一直要到 就是其实这个跟整个抗战的大战略有关 就是那时候的就是军事委员长 蒋介石 蒋中正先生 他其实在抗战开始的时候 就知道说我们跟日本是没有办法 军事上是没有办法想抗航的 所以他的战略就一直就是说 把日本拖住 拖到战局的变化 拖到国际局势的变化 那时候就我们就有可能会有机会这样子 那从空军的这个发展的过程来讲 的确也是这样子 就是拖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了 那这个美国参战了 那事实上日本因为他的 他是一个岛国 他的资源又不够丰富 然后这个即便他们有非常好的军事工业 然后那个军 那个士兵啊 飞行员的训练也非常的敬仰 但是当打到后来 美国加入战局的时候 美国是一个资源极其庞大 然后那个工业实力又如此强大的国家 那么日本这一边的那个消耗 就会非常非常快速 所以比方说他们在抗战的前期 很多飞行员在中国的战场上面 其实经历过很多历练了 他们也打下了我防很多的战斗机 可是他们到了太平洋战场之后 当然也有一些战功 但是不久之后他们都纷纷都战死了 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一个后勤的资源 这些所谓整个要一个战争里面 好多不同的部门里面 他即便有再强大的飞机 有再好的飞行员 但是其他后面的资源跟不上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会遭逢到很大的威胁 所以日本大概就在1943年左右吧 就开始在战场上就开始走下坡了 就是在特别是在太平洋战场上面 当美国的他们的跳蚤战略 一个一个把那个太平洋的岛屿收回来的时候 也意味着他们的空军飞行员 也一个一个的不行了 这样子都牺牲了 那其实那时候在中华民国的战场上面 其实我们采访过几个老飞行员 他们也说他们在天空战争的末期 就是已经看不到日本飞机了 1944年45年的时候 就是空战都很少了 他们出任务主要都是对地攻击 所以我们这个就可以看到说 八年的这个战争里面 就是日本他们一开始的那种 至高气昂也好 或者是说信心满满也好 到了大概43年14年的时候 他们其实已经开始后继无力了 对啊 这个我们回头来看这整个八年抗战史 如果当初日本不要贸然打珍珠港的话 可能就不止打八年还会打很久 是是是 是是是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起着飘飘 八战小小 强快见到的有 热血热身丝风潮 起着飘飘 八战小小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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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最紧张 快跟进我走到冰湖 快跟进我一三三长 快跟进我走到冰湖 快跟进我一三三长 快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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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着飘飘 八戒小小 唱着剑 刀着腰 热血的现实风潮 起着飘飘 八戒小小 好大好大好大 好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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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轻叨 最尜 还 这个 银 我 对 你 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由金铭主持的FB新鲜事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听众朋友 介绍一部12月11号即将上映的 一个空军抗战的一个纪录片电影 我们邀请到是这部片的导演 张曹伟张导演 接下来我们讲请问导演 这部片子跟有别于一般抗战纪录片 就是加了女性的元素 女性家属的一个角度 那其中有三位角色 是不是也帮我们介绍一下 是 刚刚我们提到说战争的三个阶段 三个不同区别的飞行员 那相应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以刘翠刚 还有她的太太许希林 跟她的故事为主 第二个阶段是航校七起的学生 那就是以林慧英 林慧英就是民国初年的才女 林慧英一家人 跟这群七起学生的 这一个遭遇跟叫互动为主 林慧英她的弟弟 本身也是航校时期的学生 那第三个阶段 其实我们会提到七八个老师 他之前写的剧留盒里面 跟这个飞行员张大飞 十二期的一些 通信来往的一些过程 这样子 那其实这里面 还有一些别的女性的角色 比方说我们特别访问到 这个高智航的女儿高尤良 他就提到他小时候 跟他父亲之间的一些互动 其实非常非常感人 另外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这个那个陈南 就是飞行员陈怀明的妹妹 她跟这一个日本的飞行员的 妻子之间的一个 她写了一封信 去给这个日本的飞行员的妻子 这样子 那这些女性的角色 其实我觉得让整个空军的 这个故事呢 就看起来更具有生命的立体感 那其实他们 其实也是战争的一部分 因为战争 那样的战争 其实从来都不是军人的事情而已 因为它一定影响到家庭 影响到社会 影响到所有的 受到在这个战争的笼罩底下的人 而我就是希望说 在70年之后的观众 能够看到被这场战争时候 笼罩的人 他们的心理的状态 这样我们才能够穿越70年的时空 比较有同理心的去感受那些人物 当时候他们的抉择 他们的情感 他们的反应这些 当时在这些空军飞行员 他们在整个大环境之下 很多女性是对他们很爱慕的 因为他们非常的英明 制服非常的挺拔 然后又在空上飞来飞去 可是他们想爱的时候却不敢爱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掉下来 包括第一段你说的 刘翠刚与许希林 在许希林18岁在火车上相遇 然后21岁结婚 对对对 然后好像一年之内他就下来了 对对对 其实我看到这样的故事好多 就是虽然是刚刚如你所说的 飞行员他们自己有自觉 就是如果真的要结婚 你其实对女孩子来说是 你心里面知道是 她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 那你就要有更多的心理的准备吧 那我知道他们 其实他们跟女朋友交往的时候 其实都有谈到这些了 那早期的飞行员 其实他们都蛮浪漫的 就是追女朋友的方法也好 或者是说那一种爱情的那一种 被电到的时候的那一瞬间 就会让他们义无反顾 就好像他们打仗一样勇敢 追女朋友跟打仗一样勇敢这样子 所以他追许希林的时候 虽然许希林才18岁 可是许希林他是一个大驾闺秀 所以他其实每年都会收到 大概五十几封那个求爱的信 一封也没有回 一直碰到刘翠刚 就是刘翠刚一直追他 然后一直写信给他 他有一天在父母允许的情况底下 终于回信给他 所以他们开始交往 然后就结婚了 那结婚的时候也违反了当时候的命令 对28岁才可以成功 因为那时候是说飞行员28岁才能结婚 就是希望飞行员能够专心的飞行 那这样对一个年轻的男孩子来说 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一种挑战跟甚至有时候一些折磨吧 但是anyway就是 刘翠刚跟许心就结婚了 可是他们那一段的爱情 火花这种炽热的感情 维系不是很久 因为刘翠刚在开战之后 他其实是被列为空军四大金刚之一 他的1937年7月到10月的战绩 官方记录是几落七架 但是他自己本身他说他几落十架 不管是七架还是十架 都是在当时都是很厉害的一个数字 三个月之内 但是也不久之后 他也因为一个会出任务的意外事故就阵亡了 所以这一段其实就是非常凄美的 然后制裂的这一种空军飞行员 跟他的爱人之间的一个故事 而且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另外一段 那个林慧英跟这一个七极的学生 他就比较像是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男女朋友夫妻的关系 而是一个类似像姐弟这样子的关系 从友情开始发展慢慢变成有点 像母亲跟小孩之间的一个情分在里面 对对对对 因为那群寒孝 他们碰到面的时候 那群寒孝七期的学生 他们还没有毕业 那时候战争已经蔓延开来了 所以寒孝就迁到昆明 就是已经是西南边境的地方 那航校学生毕业典礼的时候 因为家长都不在 就请了林慧英跟他的先生 就是梁世成 就是都是很有名的学者 当他们毕业典礼的荣誉家长 那当了荣誉家长之后 其实也就是意味着 将来他们如果有任何的事情 包括阵亡 这些阵亡通知书 都会寄到荣誉家长的手上 所以真的就是林慧英所认识的 这一群七期的学生 人数其实不多 大概有七八个人吧 但是之后就一个一个 阵亡通知书都寄到林慧英手上 那这当然又是一个 很惨烈的过程 那一直到最后一个阵亡通知书 寄到林慧英手上 那是1944年 那已经是战争的前进末期了 最后一年了 那也是林慧英最喜欢的一个 飞行员 在最后的时候阵亡 那在那时候他 林慧英就是在病床 那时候他病很重 肺病 他就写了一首诗 叫做《哭三立衡》 《哭三立衡》 其实是表面上是写给 林慧英自己的弟弟 因为林慧英自己的弟弟 我们刚刚说过也是一个飞行员 然后也是在1940年的时候阵亡的 但事实上他 林慧英在1944年写 所以这首诗的时候 也就是在纪念 在悼念那个 他所依捐的这一群飞行员 年轻的 大概也就是阵亡也都是 大概在23 24 25岁的时候 这群年轻人他们的牺牲 那最后一段当然是 现在非常有名的 台湾文学之母的齐邦源 以张大飞的故事 是 齐老师当然 他写《拘留盒》不只是这些故事 他写的《拘留盒》是他一生的经历 那在这过程里面 他当然 张大飞他是 也跟他是同乡 都是东北的 然后张大飞的父母 其实在日本占领东北的时候 就把他的父母 就是迫害到死亡 张大飞一家就变成孤儿了 那张大飞他就 就等于是流亡到了南方 那跟齐邦源一家人 就是变成是非常亲近的朋友 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几乎齐邦源一家 上上下下都把张大飞 当成是自己的亲人来看待 那后来张大飞就加入了空军投卡航校 然后就到美国去受训 然后回来就参加战斗 我想那大概就是1941年 42年左右的事情 那他的战绩其实都还蛮好的 张大飞的战绩 但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其实知道飞行员在天空的飞行 我们地上人看起来是一个很英勇 很浪漫 很这一个英雄气概的感觉 但是飞行员在自己在 坐在那个机舱里面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我们后来有看到一篇 这个早期的飞行员 他们自己的心里的自我谱系 就是说他们在飞行的时候其实是很孤独的 这个面对天空 面对这个瞬息万变的战斗 他没有办法去想说 昨天晚上我跟我的女朋友 有什么样的浪漫的缠绵 或者是说我的弟弟 我的家人怎么样 或者同僚前几天过世的 他完全没有 不能够有这些情感的牵绊 他也没有办法想说 这个任务执行完以后 下了飞机我要去吃饭 我要去吃好吃的 或者是我要去哪边去休息 泡温泉什么之类 他没有办法思考过去 他也没有办法想象未来 他只有面对当下 所以对于飞行员来说 他们在天空中上面是一个 我有时候都在觉得 他们是处在一种被迫修行的状态 就是要展到很多的情感 很多的欲望这样子 那张大飞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跟很多很多的飞行员一样 就是他们虽然是在那样的情境里面 被迫的修行 但是毕竟他们都是一般人 他们都还是需要 感情的寄托 对地面上还是需要感情的寄托 所以他就会很频繁的写信给启邦元 那启邦元也会信给他这样子 那我想这是一个对很多飞行员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感的寄托 那张大飞当然在这过程里面 他也信了基督教 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 所以他上空去 就是飞上天空去战斗的时候 都会随身携带圣经 那我想对于很多飞行员来说 这种宗教上面的寄托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让他们在这个战斗的过程中 能够保持心理上面的平静 唯有保持心理上面的平静 他们才能够取得最好的战绩 我想张大飞也是因为 在心理上面有这些 不管是说他能够跟其邦元来通信 或者跟其邦元一家人的通信 或者是说他有一个宗教上面的位置 不一定要基督教 你说佛教或其他的宗教也好 而使得他的战斗的成绩 其实一直都还不错 但是一直到抗战结束的三个月之前 他才出事 他才被击落 阵亡 这个阵亡同志书团 就寄到其邦元他们家里面 那个冲击是很大的 对其邦元来说 对其邦元一家人来说 都是很大的伤痛 那在剧留和里面 大概都有描述到这些过程 对我来说 其中有一个印象最深的 就是胜利的那天晚上的 齐邦元的感受 对 我觉得因为我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 一直也在思考 就是说一定会处理到胜利业这一天 1945年的8月 8月15号那一个是正式的投降 但是呢 这一个大概在8月10号左右 重庆他们就已经知道这个消息 日本准备投降的事情 所以10号的晚上就已经开始 重庆就开始狂欢了 这样子 那我其实心里在想说 我的这个影片呢 要结束在这样子嘛 这场战争这么样的惨烈 使得这么多人 而活着的人 他们在胜利的狂欢 也是当然的 也是必然的 也是必须要的 一种心理上面的释放 但是怎么样让 在那一刻的时候 我们还会记得 这8年来为这场战争 而牺牲了这么多的年轻人 而齐邦远的心里 他的状态就非常非常的贴切的 也很沉痛的表现了 那个 因为他在胜利业的时候 他一开始也是跟大家去 去重庆的街上去 要去游行啊 唱歌啊这样子 但是突然间他想起那些飞行员 这样子 那些已经牺牲的人 所以他就跑回家去了 然后在昏天暗地的痛苦 从他度过的生意 我不知道其实 有多少人在那个晚上 是用那样的方式 度过的 那这一种更为深沉的 心意的表现 我觉得是给这场战争 做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注脚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有点点了 在这里 想起这场战争 如果你的人 如果你的人 需要及时 准备你 那这 either 肺炭什么 太多了 它 肺炭什么 你 那这个 我 我 想起这场战争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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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然后之后也是到了中南航校 所以基本上空军相对是一个比较纯粹的 一个比较统一的体系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想这方面并不会有太多历史的争议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在这方面历史 在日本的方面可能日本比我们更清楚 这个历史的真相是什么 就是我在看他们所整理的一些战争的抗战的东西的时候 特别是NHK电视台他们有很多这个早年参战的日本兵的这个访问 那他们所呈现出来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 但是处于日本方面的一些看法跟样貌 但是虽然他们在史实上面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务实的态度 而我在影片里面其实也会去看这些日本的材料 试着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说 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中华民国空军 但是我不太确定说这个影片对于日本的观众来说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其实会蛮期待说 这影片有一天能够在日本上映 我相信日本观众也会喜欢的 因为这个有点像类似他们前两年那个永远的林那样子 都是从一个人性的人情的这个角度去谈空军的战斗 那马上12月11月就要上映 那导演如果问你希望什么样的族群进来戏院看这部片 是全国国民都应该看还是一些青少年朋友 我当然特别希望年轻人来看 我以前有人问我说这个 问我说这个影片适合谁看 我说八岁到八十岁都适合看 但我会蛮希望年轻人能够来看到 也不是说来接受什么教育或什么之类的 而是说我希望年轻人能够体会到说 在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其实很有机会 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待 七十年前 爷爷奶奶那一辈的历史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责任 就是说历史一定都还在 问题只是说随着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世代 他们会找到不同的方式去看待 去认识 去了解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特别 他们即将要创造下一个时代 那创造下一个时代的意思 也就是说对过去的历史 其实也在他们创造的范围里面 所以我相信冲天这个影片 其实对可以是一个参考 就是对如何去重新看待历史 如何让历史复佛 是一个我不敢说是说百分之百的 做得非常好 但是应该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影片 然后我们会知道说 其实我们都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 我们有这个能力 我们也有这个应该有这个志向 去对二十世纪的历史 做出我们自己在现阶段该有的诠释 现在年轻人跟我们这一代中年 包括更年长的这些人 我觉得他们最大差别就是说 他们从小就出生在台湾 所以他们在国家认同上 他们认同台湾这块土地 他会认为八年抗战是中华民国 是另外一边的事情 不是他们的事 他们为什么需要去看这部片 去了解别人的抗战史 不是我们自己的抗战史 所以有时候你会不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当然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说 第一个角度中华民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 我是觉得就是 无论如何中华民国都是华人社会里面的 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或甚至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所以中华民国他重要的是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如何去追求 民主共和跟宪政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他从立国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他的立国的目标 追求的目标 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面 他没有办法很快地达到这个目标 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这个阶段 也就是第一个是国家追求民主共和宪政 以及国家追求他的独立自主的这个过程 那我觉得我看重的是这个过程 是 我看重中华民国的也是这个过程 而不是仅仅是说他是在大陆 还是他在台湾 而作为一个华人 能够去参与到这个 对于这个过程的认识跟诠释里面 是很重要的 否则这个过程他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并不完全是以一个地理的空间 来看待中华民国 我是以一个国家的制度概念 跟他的追求来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70年前那群年轻人 他们其实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代 他们大部分都是在1911年前后出生的 但是你说他们供逢其胜也好 身不逢时也好 作为第一代 他们就面临了这个国家最严重的一次 被入侵的这个危机 那么他们就必须挺身而战 这是为了为国家的独立自主而奋斗 否则他们以他们的这个 我们刚刚说出生背景也好 他们完全大可去找别的方式 甚至出国去 他们一样可以有报国的机会 所以谈到中华民国的时候 其实是说我们知道 有这么样的一群年轻人 从天这个故事里面 其实在告诉我们 有这样的一群年轻人 他为了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生存 而做出了那样的事情 我想这是一个你刚刚问到的 这个关于国家认同这件事情上面 我的第一个角度 第二个角度要提供给年轻人的是说 即便在今天和平的时期 其实也有那样一群年轻人 在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这个社会 在做出贡献 但是通常我们都不会太知道 就好像我们并不知道 我没有做这个影片 我不会知道70年前那群飞行员 跟那群他们所爱的人的那个故事 那在我们生活周遭这些人会是谁 这些年轻人会是谁呢 就是那些消防队 那些救难队 那些突击队 就是每次到了有台风 有地震的时候 台湾是一个台风特别多 这几年气候变迁 那地震来的时候 也是有很多的危难的事情 那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年轻的 不管是消防队 或是国军的弟兄们 他们就必须要冲到第一线去 这是他们的任务 他们的责任 那我甚至相信说 像这些消防队 有年轻的二十几岁 他们甚至可能有都写 也有写遗书的 给他们的家人的 那所以我们 我是觉得我们 即便是年轻人 他觉得对当下的社会来讲 这部影片其实是在提醒我们 在任何的社会里面 都有这样的一群人 在做他们的牺牲奉献 只有他们做了牺牲奉献之后 我们的社会才能得到发展 跟安定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一个提醒吧 就是说并不是只有战争才会有英雄 这样 和平年代其实也有英雄 但是通常我们都看不到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张导演 个人本身已经拍了五十几部纪录片 可能是拍 可能是制作 可能是协助很多角色 那是在每一次的纪录片 开始进入开拍之后 就要开始吸收大量的一些资料 或者是一些元素在里面 那你觉得经过了这次冲天 这样一年半的整个筹拍到现在 马上就要上映 你觉得你学习到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冲天这个经验是 我在拍摄纪录片这二十年来 是很难得的机会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重要经验是我后来意识到说 我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 就好像在指挥一个要交响乐队 对 它有不同的部门 管乐 它有弦乐 它有第一小提琴 它有大提琴 然后它有打几乐 它有幕管 它有通管 什么都有 就是它是一个 就是陆海空 山军都出动的 动画 资料影片 访谈 配乐 配音 这些 甚至各位如果到时候去影院看的时候 我们的动画其实是用真人演出的 然后再去描那个边 手工描绘出来的 所以我们还调动了演员 还调动了他们的服装道具 什么 这个都有 所以它是一个 我用了各种的方式 去复活一段历史 复活那些70年前的人 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经验 那感觉上面来说 也做到了一定的 相对比较成功的一个状态 因为先前做一些试音的时候 观众也都能够进入那个情境里面去 那这个当然要靠很多我们现在的这些工作的伙伴 他们通力的合作 所以这个交响乐就能够如时的完成 如期的完成 但是呢 我还是要说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其实并不是 我是作为一个交响乐队的指挥 但是那个角色并不是我 而是写了交响乐队的那群的 写队的 其实就是那群 70年前那群飞行员跟他们所爱的人 有那个队我才能够去做这个演出 所以其实读了再多的资料 总是要记得 这些资料都是那些英雄们 那些飞行员们 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写出来的 是活生生的故事 不是小说随便写的 是的 那最后希望听众朋友 12月11号我们一起进去西院来支持这部 关于我们中华民国空军抗战史的一个纪录片 也谢谢张导演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中华民国空军抗战史的一个纪录片 搜封 通知全 deutsche背景 市水流 中华民国父亲